聽說這個石鍋除了可以做玉米 還可以做其他的 我們來試一試啊 把這個可以拿進去煮啊 煮啊 煮啊 看會煮成什麼樣子啊 這 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大份不可名狀的東西 極大可虐的會 那肚子 也有極低概率會獲得爭議狀態 我們來試試啊 我 本來都沒有鐵窩吧 那廢了哪樣廢了呀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貓呀 歡迎收看大貓的虛空生存 今天一天來到了第九期 我們後面的神聖樹還沒長大呀 怎麼辦呢 這個任務怕是完不成了 我手上有一個 雨蛇神的雕像 然後把它放在我們家屋底 這樣就證明我把雨蛇神給嘎了 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避邪 這麼大一個的嗎 感覺是鑽石做的 閃閃發亮 這個放上去 其他怪物應該 不得靠近我家房子 在此之前 我要做一把融合武器 把石劍跟鐵劍融合在一起 就變成什麼樣子呢 再來一把石劍 再來一把鐵劍 融合呀 這怎麼沒有反應啊 是我擦了什麼步驟嗎 再讓我研究一下 哦原來如此擦了一個創造晶體呀 來我們來 拿一個創造晶體 剛好有一個 那就有鑽頭和鐵劍融吧 目前最好的就是這兩樣了 還會出一個什麼裝備啊 融合成功 鑽頭加短劍 感覺還不錯 那既然這個神聖樹它不長大 我們 就去挖點礦吧 家裡面的礦太少了 我記得沒錯的話 旁邊哪個地方 是有峽谷 峽谷裡面有很多礦 我要去挖一點礦 穿上我們的蛇神之一轴 出發 對現在幾點了 三點了 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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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一件事了 清黑了怪很多 我們把睡袋給它戴上吧 不要是晚上幹活太危險了 出發 看一下地圖啊 哪個地方是峽谷 哦在左邊 突然發現啊 在陸地上面行走 蛇神之一還是沒有坐騎跑得快呀 只要不上天 我們還是用坐騎吧 OK到了到了 不過天也要黑了 給你們看一下啊 這個峽谷裡面 真的好多礦啊 我們先把床擺上 睡覺 挺亮了在挖礦 我發現啊 新版本出現的這個峽谷地形 真的是 太beautiful了 好多礦啊 根本不用拆去尋找礦洞了 好多礦 nice 不過呢 這挖礦的過程是簡單 枯燥又法位呀 所以我們直接看成果吧 呃 還不錯吧 這個收穫 不過呢 差一點鐵 到時候我們找個火山就OK啦 最後呢 再給你們來看一下 整個峽谷的面貌 哇塞 還是很大的 想想如果把這個峽谷改造成 豬的地方 那該多哇塞呀 但這是一個大工程啊 搞不定搞不定 這期差不多到此結束了 拜拜 下期再見